其实赛程到后面了以后 反而艾维的上场 就会更高一些 应该是强调说在追击流里面 上艾维会更多一点 是的 那来看一下成员介绍 首先是ACT这边 是蛋蛋 星雁 十一 易森 林扬 博弈 以及狗狗 是的 现在我乘坐党队这边 大家已经熟悉了 小果冻 小米 斯巴奇 宠爱 小铁以及叶鱼 是的 好 我们接下来 有请选手登场 大家好 大家好 接下来是由我 本人斯巴奇选手 给大家带来的一首 和堂乐色 希望有导师 可以为我爆灯和转身 好 我准备了 有一点点紧张 见一段时光缓缓流淌 流进了月色中蔚蔚荡阳 弹一首小和淡淡的响 美丽的轻音就落在我身旁 银火从点亮夜的星光 谁为我添一件梦的衣裳 推开那扇心窗 欢迎的我 谁猜想那一朵昨日的忧伤 我像只鱼蛾在你的河塘 和你守候那约的河塘 只为和你守候那交白月光 又过了四季和花一样香 等你玩在水中养 谢谢大家 好听 好听 好的 一条老师 在直播间的部分有麻烦 弹幕就是爆灯一下 在现场的朋友 麻烦再鼓掌一下 对 怎么说 是愿意加入一条老师战队 还是愿意加入 童话老师战队呢 我觉得这个博弈选手 也期待他下一次喊话 你来对唱一下 对吧 是 是 是 这如果把后面换带 给他捧上 是吧 对 这个我们IBL什么时候 也搞一个这种就是什么 歌王 IBL歌王 2024 对吧 这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487选手专注打比赛 专注打比赛 我就说人不可能是完美的吧 是这样 对 对 对 但不影响帅气 今天可能也是给我们特地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因为毕竟今天我们前面也看到 487的这个1500天和全情的一个纪念 对 确实是在后台的时候 我听到说今天 因为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所以准备一下 但也可以感觉到该很紧张 平时听不到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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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说蹲 蹲直播都不一定蹲得到 对吧 今天在我们这个看比赛直播你能给蹲到了 感觉刚才就是好像很漫长地度过了一顿 就是用力 很用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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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很纯净在其中 就是作为导师来讲 就感觉他好像唱第一句的时候 感觉他就想停下来 就是我属于一种我能听了第二句的时候 我就直接蹲一排 我就转过来那种 差不多可以了 是这个意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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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那个可能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有个那个 停 停 停 说回到比赛嘛 其实你看今天是博弈这边先上 监管者嘛 狼队那边是求生者 今天因为是这个ACT的组场 ACT组场 是的 对 对 对 说狼队这边他选得让自己求生者先上 博弈的话就最近 我觉得他整体的一个 这个前两手这个状态 还真是不错的 嗯 这打的也是非常敢打敢拼 对吧 今天的话看一下面对狼队吧 我觉得其实博弈的话 就正常发挥 对吧 ACT主场的话 一般也是想说先选一张 自己监管者好打的地图 对吧 让博弈上去先放开来打 是 是 是 因为博弈目前来看 他应该第一手 可能是名牌打格局的 对 其实没有什么摇摆空间 所以说呢 不管是地图呀 还是队面这个阵 其实都会照顾到这个 歌剧这个顶 歌剧 是的 是的 但是也有可能呢 他们其实选这张地图 是那种适用于歌剧和艾伟的 一张地图 然后在自己后手 求生者上场的时候呢 找一些特别针对歌剧演员的地图 逼你打艾伟 逼你宠爱来拿艾伟 也是有可能的 对对对对 因为宠爱其实虽然说 他在中间这段时间 可能说艾伟拿得少 但其实手里这个艾伟的熟练度呢 还是在的 对的对的 他属于那种属于迎难而上 就是敢打 对 敢打 经常感觉像上一次比赛 就是正好是我解说到他们玩 中间第二场的时候 可能这个艾伟被散跑了 但是我下一把我直接四撞 就是我不服我不信 没错 这就是年轻的一个好处 其实如果是有一些相对于 我其实在说我自己 怎么说 就是我牌位里面要是被捶烂了 我自己就不敢再打监管者了 很容易会有这种情况 请 再来看一下狼队这边的选手数据介绍 首先是叶宇 局限一分是6405.22 牵制时间是64.47秒 救人次数0.41 破译进度151.83 治疗是0.2排第10 一直逃跑率29 对 叶宇这个赛季可以看到 他是一个飞速成杖型 感觉他已经完全适应 求生者的这一个身份了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对他这个赛季印象比较深 还是那个赛前喊话 我吗 我打都去了吗 对 对 对 那种感觉 来看一下 刚获得全景奖的四发七 场用角色是空军和勘探员 局限也得分是6621.83 这个听到现场见 我想加入尖宇叫行列 好 好 好 对 局限的牵制时常能够65秒往上 局限救人的话是0.44 破译的话是能够破到一台密码机 网上逃跑率44% 对 那四发七的角色池 从前面我们这板子上 已经介绍过对吧 它的这个经典传承角色 先知勘探前锋 但这个版本就玩一些 就是能操作的位置对吧 像空军这样也会去补 对他来讲 好消息就是这个勘探员 熟练度是不掉的 其实能拿上场 对 而且这个版本 勘探员还很重要 对的 看一下小蝶最边常角色 是先知和心理学家 局限演义得分是602.27 局限上是50.68 确认中话是0.37 破译法一台密码机网上 治疗也是排在联赛第十 逃跑率是49% 排在联赛第十 是 小蝶一直以来就是一个 以个人反应速度 手速 和这个感博弈 建场的一个选手 对的 那这个赛季说 前面如果要硬核 去牵制歌军演员的话 一般会交给小蝶来操刀 对对对 他会玩一些这种硬核牵制 这边是这个金光救人位小明 局限演义分是7083.88 排在第七 牵制时间64.97秒 救人次数1.39 排在第八 破译进度125.93% 以及淘宝率51% 排在第八 小明的话 对面目前一个主救人位 其实从这个救人次数 能达到1.39来看到 其实他一个救人的稳定性 还是比较高的 基本上不太会出现 那种双倒的情况 对 这个赛季的话 我感觉就是为了扛的压比 以往的赛季都要更大一点 对 因为其实现在打 常规赛BO3 你不管说是歌剧还是艾薇 他都有一个说在第一波 或者第二波手里的时候 强行去争你个双倒的一个说法 是这样子的 这也是整个狼队的教练冲锋 其实我跟一条好像解说 狼队的这个机会不足是吧 就是偶尔撞上一场 这是我们什么 教练压力被读的 这位冲锋是吧 不语版突然 对对对 其实大家比较熟悉吧 也是陪伴狼队很长时间了 非常有个人理解 这边是ACT的监管者博弈 绝冲演义分是9623.34 绝冲击寄导次数5.47 淘汰人数2.22 恐惧症是0.47 绝冲击寄导用是65.37秒 以及四抓率25% 其实对于博弈来说 虽然说他在我们第五人格 这个比赛赛事上来说 他其实是参加了 很多年的一个比赛了 但是从踏上这个职业来说 其实他真正独当一面的时间 其实也是很短的 没错 这个赛季以及之前在 博弈也是有上场的 是 是 是 这边是职业教练 李志轩 也是陪伴队伍非常长时间了 是 其实我感觉下次 要不要搞一个什么教练拳机 可以搞 我觉得是吧 是 有的时候教练 其实陪伴一支队伍成长的时间 会比一些队员要更久 是的 是的 往往教练 如果说是长时间的 带领一支队伍的话 其实队伍它整体一个风格的 都会往它的这个指教方向去 是吧 去有一个变化 刚才可以看到 博弈它的一个四抓率 是排在我们连带第四的 其实这个数据是相当好的 对 因为随着常规赛 它慢慢往往往后面 其实对于监管者来说 它不再像是在赛季之处 能那么容易地去吃到一些监管者 性角色的一些版本福利 慢慢趋于一个稳定之后 四抓率就会下降 来看一下第一回合选图情况 成都狼队是翻掉了唐人街 ACD选择了永年镇 这张图其实你说正常去打格局打 OK 没有问题 但是对于求人者来说 这张图它会有一些特定的阵容 去限制住格局 而且其实对于监管者来讲的话 也是可以摇摆一手爱围去打的 看一下什么阵容给不给 因为它是一些指导比较多 我经过那个中间 我直接下一个逃遍 其实等于是你自己队友 在来这边牵制的时候 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是的 是的 当然我觉得其实国益第一手 大方向可能95%以上 应该还是去稳打一首歌剧 对吧 是 只是说它这首歌剧 在面对狼队配合那么默契 这种情况下 它的天赋要不要选择稍微保守一点 比如说带个上下 带上一个风窗这样子 对 来 上来是扳掉了囚徒和古董 那没有选择抢空军的话 博弈第三手应该是要 把这个空军给绊掉的时候 选择先把一个稳定牵制合 就是我也拿在手里 对 你看呢 你这边如果不拿空军的话 那我第三手就绊掉空军 是 其实这个版本 其实求生者现在越来越 崇尚中速修了 第三手选择飞行家 也是比较适配这样地图的 因为你要硬跟歌剧演员拉点的话 其实反而是自己吃亏 是 还可能会带到遗产之类的 最后扳掉一手先知 先知这手如果最后放出来 确实比较烦 那就变成了就是 如果说你是去追别人的话 可能都会有一个鸟的辅助 所以说会变相地变成 就是你开局 一定要去找先知这个点去抓 但是我们发现 最近的比赛里面 其实先知吸鸟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快的 很快 都是看选手各自的一种操作上线的 对 最后不是一种杂技 那这个BP做下来的 其实对于陈渡郎队 我觉得它有一个 稍微有点小亏的点吧 就是野人直接进全局了 虽然说后手有这个佣兵大副 但是其实到了后面一个回合 监管者这边也会 ACD这边也会主动地 去搬掉一项佣兵大副 因为他知道你野人进全局了 到最后的话 可能这个救人位就会被限制住 我就说逼迫你去选某一个救人位 对 因为你如果后期国益 可能要打一些什么邦邦 这样子的角色 你如果捞一个守护人的话 就可能会有点吃亏 还是割据了 没问题 这个阵容你说防割剧的话 其实老生常谈吧 这也是中规中规 比较打一个名牌 比较求稳 接下来就是看一下 双方天赋要怎么去点了 因为现在的话 感觉割剧人员带插眼 还是比较多一些的 是 但我还是觉得说插眼 现在就是说是一种 非常大胆的尝试 但是在职业化 撕黑的一种环境之下 如果说你开着职业带插眼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减少了求生者 跟你去博弈自己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风险 对吧 就是我一旦名牌上来 就你插个眼 给我加一个点了 OK了 你后面什么失常呀 闪现我都不用防了 移行我都不用防了 对 但最怕就是什么呢 你带了一个失常 然后你被闷在肚子里了 对 这个是最可怕的 但你插眼的话 它可能刷新的 那个效率会更高一点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 就是偏向于闪现或者 闪现会稳定一点 会稳定一点 大概率是一定能用出来 发挥出效果 没错 中场站的是野人 二楼下面是远丁 双尺 宏建亭的附近是杂戒 对 它这把看起来这个天赋 是比较常规那种 底牌快踩的 还是说是点上下的 这一把如果没有封窗 会不会有伏笔 我现在是这个点位的话 杂技是能够直接进到 墓地里面去 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后面完全是 不干扰外面出现 对 看一下 还是比较常规的 底牌外 都带闪现 看一下 球温者方面是 三个通通都是双弹 没有飞轮 这个就比较打命 对的 它不像说是有 比如说摇摆艾维的情况下来 可能球温者要考虑 再多带一两个飞轮 就争议这个上线 但是面对 隔队演员的话 感觉两个化险为一 才会好一点 这就是没有打算带 是 不带一个的 可能是变偏向于说 想靠自己的个人牵制吧 是 那下一集比赛画面 奔唱对军之后 成长的全者队长 EC的监管者 有结束童话 一条文明达的 I-Val 试试 再有话再说 来了 笔排网流闪现 往中场的小米方向去赶一赶吗 对 这边还是想去找一下叶宇 因为他知道如果说是于墓地那边去找杂技方向的话 一是杂技本身开局 他有自己一个硬核的牵制时间 二的话就是说 呃 带到墓地里边 他最后也不出来 对吧 你干扰不到外面 等于他26可能还是在里面 对的对的 他就会把你限制在这个墓地半场里边 是的 先破坏掉 往上的话可能要交道具了 身位比较近 诶 诶 诶 这里没有选择交背包 感觉是捏得有点太死了 对 直接把高喷还交了 这一波这么交道具 是不是感觉还是有点亏的呀 主要还吃了一刀 有点尴尬 对 刚才那刀其实可以不吃的 身位也是贴得比较近 这里还有一块 板子一拍的话感觉要防了 对 提前交 那这样道具的话 都是已经消耗干净了 交得比较快 接下来的话 这个闪现看能不能把它吃出来了 是 开局一分钟 三个背包全部交完 手里闪现还在 应该是牵着不动 再往前的话 闪现就可以省掉了 对 但是这边小扭一下 稍微拖一会儿 但是走是走不掉的 没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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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空了两刀 这种拐角 就让我想到 昨天的这个博弈 你知道吧 有两把那种 就是拐角 就是直接就把人 给没看到那种情况 就是拐了 就是拐了 小明这边骑珠 这样的话 一挂也有两台半 但是手里技能还在 所以说这一波 野人骑珠过来的话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去争一下这个 第一波救人的双刀吧 对的 看有没有机会 再多拿点存在感 现在移速已经提起来了 比较拿不到 但这个人 他肯定是卡半旧 还想要再拖一会儿吗 这波是 多给了一刀之后 他是没有擦刀的一个情况 但是打一还是没有打到 感觉今天博弈这一把 感觉空刀有点多 有点着急了 这个节奏不是很好 是 但手里有闪现 这波其实非人家 应该是没有太多 二六空间的 是的 前面的板子 是已经用过了的 再往前牵制 应该就没有什么说法了 看下这个短板博弈 那就盖了就闪了 盖了就闪了 他不拖时间了 这样的话挂上的时候 三台半 还可以 这外面是选择 先把状态给打一下的 因为这个飞行家 是已经没有道具的 如果你要逼救的话 可能会出问题 还是把状态先打起来 我现在主要是感觉 看得比较奇怪 是他们刚才第一波 那个救人手蚁 都感觉互相都很客气 再来重场去逼了 那这样的话救得很早 是的 后来 有机会吗 可以 打到了 可以打 对 前面他这个板子 他其实也不敢来扣了 这一波板子一踩的话 其实非人家 就没有一个牵制空间 这样的话可以打成一个双岛 还抽倒了 密码不够 先挂飞飞行家 然后还能直接续上野人 插半台 是 所以这边底牌 也是已经切好了 是 往小蝶的方向 牵去 在这一把 首先这密码 其实来不及多开 这波人挂上之后 要不要适当地 去往S板那边逼一逼 感觉还是得去逼一下 不能让他修得这么舒服 对 你要是守的话 没有结果了 对吧 那密码一定是能给他守够的 对 原地起盾 对 然后逼你那边去救 然后再逼你多开 极限的能进个板 卡最后一秒 板子下掉 可以 另外一边人救下来 先逼你多开 他反正最理想的是 博弈是最好能把这个 原地留在这个S板附近 对吧 但是对于小蝶来说 我吃一刀 我尽量带走 对吧 没错 如果说能给到一个拉扯空间 尽量不要让队友有多修 博弈的事也是有看到小明的 但是知道一靠近你肯定是要骑猪走的 这里是个陷阱 但还是想要试一试 骗个上猪 对 而且小明他自己是挂过一波的 对 走空地 走空地的话 就是这样的话 你是没办法连续跳跃 对吧 然后外面的话 再找一台新的 我看一下这个最后 还行 在靠近独动方向还有一台 两个人直接合点 那博弈这边 应该也是爆点了 对 已经意识到了你们的意图 然后直接过去 再拦一下 那野人那边回头 可以再去补一下S板 两人先拉开 来一波近 进步走慢翻 目前这个局势看的话 其实可能是 去向一个平局多一点 极限续出一个盾 对 就硬拖时间了 而且这把好的就是 球运者反正都有回光 对吧 开门战野人也不好终结 杂技手里还求很多 对 现在不会想要找小蝶的麻烦 其实还有一个点 就是他可能觉得 小蝶是那个多带了 化险唯一 有可能 对 但这边直接回光量 对吧 回头 先管门 487这边 他这会儿其实反而487 这个点是不太好动的 对 你一踩板那肯定就给你扣个火球 往下一个板去去 还能进个板 是的 主要是这一把什么呢 就杂技从头到尾 没见过 他这手里球是管够的 很多 对 OK 知道 那另外一边 门应该是管不到了 但有个人可以先传的 直接传的话 那你这个野人可能就终结不掉 但是声位给得比较近 好像也不是终结不掉 这样就有点麻烦了 如果把他击倒了 就可以压在这边门比较多的 然后再往回去排 对 他见野人一起来的话 大概其实可以判断时间 能够确定 但是学校门也很多了 学校门应该是商店的 学校门是少的那边 对 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极限 没有打算把一个人 卡在中场吗 这样子的话 可能两个人 可以被逮捕 是 直接先管门 这个门不够 感觉是牵制不动了 要带走 但是另外一边还是能救人 可以先挂 可以先挂 逼他们打一个来回 是 再救下来 锁明位置 小蝶是一个新挂 看一下一路 87先点门 然后小蝶在旁边卡 一路排过去 看一下找到谁 看到487了 487走中场 那时候感觉 可能也牵制不动 两块板子还在 但他还有球 看一下这些球要怎么交了 尽可能往远的地方拉 这个球跳到板里 对 但是这边有个坦克 覆过去了 对 再回说 再回去篮 人又扯下来 人可以救下来 但是门是一定要管的 对 两个人谁都去不了 对 487是已经交过自愈的 很修的一波火力 想要再去 直线站出来 能拖时间 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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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门压力 对 可以倒 但是这个门肯定要硬点的 可能自己是走不掉 但是我一定要给你这个门的压力 是的 手里传送还好了 外面两个人又在会合 要调一波状态 对 是的 这波开门站的话 薄逸就是思路很清晰 把这个场给空了起来 又看到了中场的487 487走这里的中场吗 他其实去贴目的门会更好一点 对 对 那现在对于博弈来说还要多留个心眼 你这边杂志在这边勾引的话 是很有可能是另外一边回去偷人的 对对对 他有在看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回头 那这样的话小明就被架住了 挽留是早就过去了 但是这边还是想 这边给门压力 然后这边再给救人压力 但是野人现在这边没法救人 还是觉得先管门 哇一道带走了 好那再下来 这边门还是没有能重点 是 而且487他没自己这一波 对 还是先挂了 而且外面全部都是一个半状态 对 手里还有传送啊 这一波如果能快速终结掉卡在独栋的人 还是先去中场 这终结谁都可以 再续盾 小蝶这一局续了好多个盾 没关系 现在博弈可以稍微跟一下 因为他直接回吗 他手里是有传送的 想把小明给掉出来 看到了 但是小明现在是在猪上面 骑着猪的 这把的话可能要跑一个了 是 很着急 但小蝶还是有想法 对 他是想打一个timing 那边的话直接打下猪之后呢 回来再守一下 如果说能当场逮捕的话 这把就有多了 对 奈何487是个新挂 车这边还把他挡了一下 还是给门压力 小蝶 但这边板子已经用掉了 把人给救下来了 很极限 这把一直在狂点换挂 还是可以先追 小蝶这边也切之不动 刚才盾是站过的 是的 小明这边虽然还有次 487再回来这一波吗 想强行把门点开 那我可以不挂 我先去管门啊 对啊 我先不挂啊 我先去管门啊 先放下来可以 来得及吗 门是已经点开了呢 想跳球 先管野人吧 这把板子在 有点尬住了 杂志是可以捏球的 但野人 不是先管野人 他等一下终于好 不然就上猪了 不然就上猪了 等一下终于好了 哎呦 我可能翻过去了 这要走我了吗 上猪了 哇 这都能平的吗 这就是一高人胆大吗 很神奇 我说实话这把很神奇 在我们觉得 他们就是可能 只能跑一个的时候 他们说不行 我得争一争 对 要留一起留 要走一起走 其实开门站的时候 其实我感觉这把 其实皮面挺大的 那后期 那到了后面 那感觉峰回路转 感觉要都抓完 是是是 因为我当时想的是这样的 就是你当时 这位人祈祷了 如果说你不挂 那门就开了 但如果说你挂了的话 就是你挂的话 门就开了 但如果说你不挂的话 你冲过去 它这边还有一个拉扯 对吧 因为你这另外一边 其实学校门 你点了挺多的了 是有一个中间 就是来回拉扯 而且你有可能是 中间有一个环节 杂志 比如说什么 你中间不掉 这样的情况 是 对 但是求生者 他这一把狼队感觉是有点 非常想死磕这个门 到最后 我感觉最后确实有点 抓紧奖签了 就还有好多 他都是在中场 强行给你这个 一个勾引你的一个压力 然后另外一边就透露 这个意图 其实是打得非常明白的 有点 但也确实就属于是 很相信自己的队友 可以去牵制 因为最后点 确实是把这个时间 给拖了出来 倒是国义到后面 是有点着急了 那个人其实完全是可以 你先管他在摸人的人 对吧 当然其实到最后 学校门 如果说那个是靠门 正面的这块板子 如果是先被处理掉的话 其实也就没有后面 这个平均了 是的 是的 先看一下本场的 资料数据487这边是 牵制了79秒 知道两次就人两次 破译了229的密码机 小贴是牵制了106秒 治疗一次就人一次 破译了两台密码机 往上的小贴是 就人四次 牵制了119秒 破译了将近一台的密码机 业宇这边是最开始被起追 一共是牵制了111秒 是的 那博弈这边的割据 数表是剩余命码机零 破译板子13 命中求生者25次 恐惧震慑两次 击倒了13次 我感觉我把博弈的这个图像 给盖起来 大家会觉得在打破轮 这个数据 割据说实话也不多见 是吧 25次命中 这不是破轮的对局吗 对 对 这把其实我觉得 事后是可以是好好 再去复盘一下 我感觉这中间 其实大家的互相 就是各种一些操作 或者说是一些决策的一些选择 我感觉是 有点激进了 有点激进 也有点怪 其实说实话 确实 因为我感觉中期的话 对于博弈来讲 他的时间是越来越充裕的 因为就算你的挽留是脱没了的 对 可是外面其实都是一个 半状态的情况 对吧 等于是你还是有一个 挽留在击倒 对 还是有一个挽留在手上 一击击倒 对 而且其实当时 其实有个伏笔 就是杂志那边 其实把自己拎掉 对 他是已经拎过自愈 对 所以我在想那一波 其实博弈这一把 三抓四抓的基本是非常大的 对 最后在门口那一波 其实没有把握住 而且这当时因为确实是 最后的求生者的决策 这边是出来了 就是说他最后就说 我哪怕这个人 我可以再倒一波给你 但是这个门的进度 我想多强一点 对 这样的话 才有了最后那一波 在自己挂人的情况下 我这边极限地把门点开 再去把人摸起来 然后两个人极限 卡在那个板口去冲这个门 拖够了这个野人 最后那一波上桌的机会 但是有一所谓 那一波其实他不挂原定的话 先冲过去处理的话 那把大大力就撕了些 就起不来 对吧 也被摸起来的那一波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 有点像上一把的 那个低保那一局 他为什么没有先去管门 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人 开门战菲勒已经教了我 快速终结你的 我挂个人需要什么时间 他觉得你这个门 可能没那么快 对 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误判在的 这也是我们机制的问题 门的进度是 监管者是看不到的 是 是 是 他会有一个判断说 你大概点了多久 多久贴的门这样 对 因为最开始也是杂技 在这边跟你周旋 杂技点门很慢 所以就会觉得 这个事情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是 是 是 而且从他整个一个 我们也是先邀请 下半回合选手登场 大家下午好 博弈老师 去年下季赛 你跟我说继续加油 那今天我来说 我希望在球季赛 看到更厉害的你 这个其实看似是一个 互相这个问话回话 一个问候 但其实这里边是暗藏玄机 这个有点这种 就是怎么说 带点霸气在里边的 是吗 我怎么看到了双方的羁绊 是吗 其实我解的那种感觉是什么 就是说 其实感觉就是ACT 或者说博弈老师 可能说这个下季赛 你们就先到这里了 秋季赛我们再见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我们要更进一步 这种感觉是吧 因为今天也是1500天 我在想的时候 他们两个其实对我们联赛来讲 都算是新人选手 有没有可能说 我们一起去冲击新的1500天 冲击下一个1500天 对对对 对 完全可以的 崇爱确实 他这个赛季来说吧 他一看 我们是先看一下数据介绍 说来是ACT这边 一森 一森的话 局冲演一分是6704.78 牵制时间是64.17秒 救人次数0.46 后一进度166.7 排在第二 资料次数0.03 以及淘宝率22% 那一森的话 现在捉完的一些 是一些就是需要硬核 去操作的一些牵制位 像病患 飞行家这些的 是的 或者一些囚徒 牵制 也是会由一森来操刀 是的 是的 一森的话也是赛场经验 非常丰富的一个老选手 对的 这边是11队内的一个 核心车文位 拥兵和大副都是他来操作的 局率也得分是6972.9 这边是11队也比了个星 对对对 局冲的牵制场是 目前还在联赛第八 有68.47 救人的话是排在联赛第91.33 能够破到一台密码机往上 逃跑率的话是31% 11的话对那一个主救人位 是吧 其实他这是有过一个 自己的小转型吧 嗯 就个人的一个发挥的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稳定的 对 这边是淡淡 局冲演一分是6587.56 牵制时间47.99秒 救人次数1.44排第六 会计度120.12% 以及淘宝率62排第三 淡淡其实他的一个淘宝率 还挺高的 挺高的 对 淘宝率还挺高的 对 而且淡的话 其实你看他虽然说这边 其实标注的也是 主救人位 先多一点 但是他其实在赛季初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各种位置 都有尝试过 是的 往前的话 前几场比赛也有看到 他会尝试一些先知让的角色 但会可能历史的操作上 刚上来会有点手感 有点紧张 还有个适应的过程 对 这边是ACT的狗狗 局冲演一分是6694.76 牵制时间66.43秒 救人次数0.55 破一进度144.4% 治疗次数0.29排第四 以及淘宝率40% 狗狗的话 最近大家对他都比较熟悉的 就是这首能把一个 偏冷门的一个绝活记者 带到我们的赛场 带到赛场不算还打上班位 没错 其实我就是现在到后期 我感觉每一家可能记者都有 但是只有狗狗的记者在班位上 会要到这样子的一个高度 还真是 其实最近看起来有很多队伍 他都有在尝试说拿几个 都掏了 对对对 所以多去尝试一下 能把一个冷门角色绝活 打到班位上 其实本身就是大家对他一种认可 是的 看一下宠爱的一个个人数据 常常角色是歌剧演员和守夜人 但最近也有看到 他还会匹匹拿出艾维来争一些分 他的局军演员的分是10301.54 局军击倒的话是6.12 淘汰人数是2.32 目前的一个统队阵胜是排在联赛第四五的 局军击倒的话是排在联赛第五 有63.87四抓率是17% 宠爱的话你看他一个63.87秒平均的一个 制导用时其实还是比较优秀的了一定是 等于是可能有的时候闪现是能省下来的 是是是 当然其实我们有一说一 其实宠爱他在这个赛季呢 其实不管说是整个战队的 他一个发展一个走向 还是说是他在面对这个版本对吧 就是自己之前也练过这个艾维 一旦到了前中期之后呢 他进入了一个就是说感觉这个角色 到底能不能适应 有一点点瓶颈 对对然后再到了一个 过了瓶颈之后呢 一个后半期的一个沉淀 其实对他来说他也是面临这种 自己角色持了一个重新的一个小洗牌 对的对的 这个赛季对于宠爱来讲 还是版本限制比较明显的 对 你说就是现在很多这些 偏追技流的监管者选手 他都有面临这样一个角色 就是到底我这首爱问 我要不要再去坚持 再去试一试 再去练一试 对 到底要不要再花更多的一个训练时间进去 来看一下宠爱的前两手搬位 是搬掉了空军古董 现在是比较常规 好 SZ前两手的话 其实也可以先知和囚徒一起拿 可以 因为这两个角色 现在有一点能说呢 像捆绑在一起 有点 追先知我囚徒就在外面酷酷休对吧 对 追囚徒那我先知 外面一只鸟辅助 他其实是捆绑在一起 收益很高 这两位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概念的 这个万金油对吧 没错 这同前的万金油是牵制万金油 现在是吧 是我破亿万金油 对 因为现在这个版本第一局很重要 所以不考虑全局 对 你看 我要进去 而且我们刚聊到了对吧 因为对面这边有一个绝活记者狗狗在 所以说直接占你个半位 对 这就很赚了 那最后是拿出了园丁加野人 就这个阵容是有点这个同墙铁壁的感觉 你追谁都有一只鸟 你追先知 说不定开门站还有一只鸟 对 而且大概率囚徒如果说被守住 他一定是双弹飞轮拉满的那种 对 有没有摇摆的说法 我觉得应该 他从他整个一个班围来说 应该就是名牌打歌剧的 笔照片歌剧 对 不然的话 其实你不太好解释 他这个对吧 就是古董记者什么都给他扳掉了 对吧 那就太奢侈了 是的 只是为了最后骗一手 其实没必要 对 因为你如果就算是要打艾伟的话 那也是有一个先知 可以在外面辅助的 你可能也就只能说 追个远丁啊 求徒这样子 对